好,我们来看一下,这个是93页这一题,小数你用分数可能你有点弱 好吧,我们来看一下哦,他要求1.8的小数,要用分数表示 来,1.8,你要把它用成分数,你要能够想通 1.8就是1加0.8嘛 那什么是0.8?0.8它就是从8变过来的,对不对 请问8要变成0.8是要变大还是变小?变小,变小就是除以某一个数 那他小数点从这个8的这边跑来这边移动了一位 所以他是除以一个0,两个0,三个0,几个0呢?一定是除以一个0 所以换句话说,8除以10就是0.8 你把8块钱分给10个人,每个人就会拿到0.8块钱 这样听得懂吗?哦,所以啊 这里就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 也就是1加上10分之8,1加10分之8就是1又10分之8 可是这一题答案,你如果写1又10分之8,也不对 为什么?因为它不是最减分数,你还要再约分 你还要用2约就变成4,你用2约就变成5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1又5分之4才对 你要划成最减分数 那为什么要划成最减分数? 因为一个老师要改27位28位30位同学 对不对?你要划成最减分数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比较好批改嘛,对不对?如果你写1又10分之8 下一个人写80%,下一个人写千分之800 这样我们就做老师的就很难批阅 虽然他们都是同一个分数啊 但是他们用到扩分嘛 所以我们才要学最减分数 所以才要学约分 把它除到最小最简单的分数 我们这个东西叫约分 要小心这个步骤 任何分数都要把它划成最减分数来做答案 好不好?